喝酒喝到头咳坏 厨师暴走一怒是脑伤 喝酒小酌一琴 但若是喝到变酒鬼狂掉 可能就真的会造成头发疼了 脑部病变了 发现他其实可能是 这十年来长期酗酒 高雄一名31岁男子 原本是名厨师 两年前因酒驾被法办后 意志消沉整天酗酒 几乎整天都喝酒 然后不太吃东西 只要跟爸妈就常常会发现 说他常常因为一些小事 就会起冲突这样子 不只和家人关系降到冰店 男子整天沉溺酒精力 很少吃东西 导致他175公分身高 却只有50亿公斤 过年前他又在房内喝酒 喝到晕倒被送医 这才发现问题大条了 核子共振发现在品质体 这个位置 就整个有一个发量的现象 那其实发量就代表 他其实在这一块 是有一个病变 有一个变异的 原来男子因长期喝酒 加上营养不良 导致连接左右脑的 平肢体病变 性情也大转变 现在酒饮身上 它也发生在一些 营养不良的病人身上 它可能随窍就是坏死 那坏死的随窍 就导致说 这边其实在通透度 就有差异 这下真的喝酒喝到 头脚拍去啊 男子决定住院 一个月断酒 好好治疗 从完全都卧床不起的 然后现在变成 整天都会好好去工作 六点起床 就会去务农 医生表示 一般偏肢体病变 很难复原 这男子可能是年轻 恢复力强 加上调解作息和补充营养 才能短时间内恢复 奉劝民众少喝酒保平安 诺有酒饮 可寻求管道借酒 地方中心高雄报道